新经济时间我们看到台积电传节报 大陆第二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 悄悄的委托台积电制造7奈米代工晶片 相信我们请教主播好题 好谢谢苏翰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今天收涨16元 手上台积电股票的股迷都笑开怀了 我们来看其实它增加了营运的新动能 这是日经新闻报道 说大陆第二大的电信设备商中兴通讯 有个订单交给台积电 做什么呢 7奈米的代工晶片采用先进的封装制程 那么就是要帮他们完成了这个 5G基地台设备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 那反而预估收到这个订单 其实台积电对于这个营收的益助没有很多 因为并不是前十大的客户 大概占营收占比3%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事况当下 有营运动能加入当然就是好的 我们再来看台积电的海外布局 如果是在欧洲这边 会不会在德国设厂还是转到捷克设厂 这个话题的讨论点 我们要先来看 西晶原厂环球基因收购试创 没有成功 原本是要去德国设厂的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呢 那么目前台积电是不予评论 说海外设厂的地点 任何可能性都是有的 我们等一来看 其实在半导体的供应链这边 有一些隐形国家队去助攻 半导体产业需要一些特用的化学品 特别像是有几个厂商都被点名了 助攻半导体供应链像是东联 他们家已经开发了高纯度的电子级的二氧化碳 那么可以抢到台积电的5奈米的订单 可以帮助他们这个高阶制程再更顺利一点点 那么特化的这个半导体联盟还有谁呢 三幅化 新硕以及上品都是隐形国家队 在特用化学品的部分 其实营收也是慢慢增加 而台股今天占稳了一万八千三百点 同时呢 昨天金管会是公布了一月份 外资净汇入超过四十亿美元 持续的请教好听 好我们再来看台股今天收涨 收涨了一百八十六点 那么今天收在一八三三八 这数字还蛮吉利的 当然呢也是在台积电带领半导体族群反攻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涨幅 收服了所有的均线 那么现在也来看刚刚舒涵提到了 所谓的外资持续的汇入 我们先来看几个数据 一月份外资净汇入 四十点五亿美元 折合台币一千一百二十七亿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都汇入了 加总起来超过台币四千亿 汇进台湾要做什么 投资还有包括投资台股 所以现在呢大家就去看了 外资你到底是喜欢台股还是不喜欢呢 现在呢资金已经parking在我们台股的这边了 包括像是从一月份的卖 现在转为买 今天三大法人都是买哦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 外资在一月份的时候 曾经卖超台股上市贵 加起来大概台币四百二十九亿 那么主要原因啊 就是因为通膨 还有美国有缩表以及升息的原因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先获利了结 最近净汇入了本金 所以看好台股后市 那么再来看了 逆差这件事情 大家也有个概念 如果说啊 美国对我们台湾贸易逆差 就是说啊 他对我国的这个样的一个进口的商品的总值 大过于出口 他依赖我们 那么依赖谁最多呢 第一名就是依赖大陆了 这样的一个总额呢 有三千五百五十三亿美元 那么这样一个图表下来 我们来看 我们台湾在哪里 现在排行在这边哦 大概是第七第八名的位置 也就是大陆 在这个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 有四百零一亿美金 所以其实啊 在这个两国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往来之下 其实我国讲出的成绩单也是非常好的 在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逆差 这个数字也给你参考 而不止外资持续的汇入 我国的外汇存底也连续六个月 屡创新高了 观察的重点再交给浩婷 好我们来看外汇存底哦 这个是什么呢 就代表我们厂商的实力 还有国家的实力 我们先来看连续六个月 标新高有几个数据 像是在这个最新的数据 五千四百八十八亿美元 这是这样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这是创新高了 单月增多少 增四点六六亿美元 创下全球第五名的这样一个排列 在我们前面有哪些国家呢 大陆第一名咯 全球的外汇存底第一名 再来就是日本 接下来第三名瑞士 接着就是印度 第五名就是我们台湾了 那么其实外汇存底 这么样的一个好 外汇局长 央行外汇局长他说 其实一月份外汇存底有变动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美债殖利率是比较高的 很多的这企业就会 用这个美金去买美债 就是想要有获利 那么主要呢 就是在这个汇率上面 会有些变动 还有我们在过春节期间 其实各国的央行 包括像是美国跟欧洲的央行 他们的鹰派态度 所以有些投信业者 受险业者 他们拿美金去买美债 希望赚更多 所以在这个春节过后 在这个需求的供应之下 今天是微贬的台币 贬0.3分 所以微幅的贬值 这也是市场的常态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了 至今天1600新经济 请您拿起手机扫描 TVBS新闻网的QR Code 更多的讯息 一手掌握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